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一集节目呢 实际上是昨天录的 昨天录的第一集的时候呢 李世时跟这个大战啊 最后咱们结束的时候说是大概三点来钟 我给你看了一下棋盘 你当时觉得李世时占优 没准能赢 但是你看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 昨天下午了啊 下午的三点二十八分 你再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非常难说 再看这个局面 很难讲 因为进入了那个 马上就进入官子阶段 这个局面很难说李世时占优 我觉得我也很意外 为什么意外呢 意外就是说 按照那个进程的话 李世时是不错了 但是中途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录节目 没有看中间的那个进程 突然给我呈现来这个局面呢 我觉得李世时什么地方 可能下的有点有点不够好 因为强强三人形的干扰 换了个女的 这一种就来 一军 女人是不是 什么感觉啊 看这些 我其实我这两天不是分男女啊 我就觉得说 如果真的是懂围棋的人 这几天特别的幸福 是 因为你看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这个场景 我相信他们就是 就是physically 就是身体上都会有这种愉快之极的感觉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没有交流过之前 我觉得就是 我看到那个第二盘的那个尖冲 三十七手尖冲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种 很少让我产生这种 你会抑制不住的那种热泪盈眶 因为这是alpha 他下出了 就是按照理论上来说 吴老师经常倡导的那种下法 而职业棋手不肯下 为什么 因为那种下法明显的胜率低 那吴老师为什么下 吴老师站在了更高的境界上 一 二要知道吴老师倡导这套下法的时候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那大家就会觉得 吴老师你这下法理论上可行 我使上去我输的话怎么办 这个下法的道理是什么呢 这个下法道理是综合全局的平衡 这是吴老师的原话 就是一样 二十一世纪的围棋 他说一定要考虑全局的平衡 他说的很简略 当时我们在听 似乎听懂了 但是职业界不太敢说 所以我看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当时的感觉 待会我们也会给大家呈现 怪不得就说是这个 有一个叫李吉的嘛 写了篇文章 痛哭流涕的说了一通之后 最后结尾 猛然间冒出一句说 想念吴清源老师 咱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 这个是你看韩国疯了 韩国人这家伙 全是这么多棋盘都在直播 你再看这个举国 这都是 这个是麦克雷蒙 就是白人棋界的唯一一个九段 他当时看到这盘棋 他也说 又如吴老师出现 吴清源在世 再看下边 阿尔法狗就吓出狗来了 真有这么一绝世高手吗 来再看 下边吓出个狗形 然后大家都在搞这个柯杰 也现在也有些人说 说这个年轻人呢 可真的是 就是这个 还是什么呢 特别自信呢 还是怎么着 你看这柯杰 大话说的 就算阿发狗战胜了李适时 但他赢不了我 这是3月9号说的 这是第一盘 对对第一盘 你看往后 这个 这个什么 让我喝一杯82年的咖啡 压压惊 这也是柯杰吗 这是谁的微博 反正就是说深度解析 这就是吴清源老师 对 这个昭和其胜 是吧 因为他在193几年的时候 他就倡导新布局 倡导他的那个整个下法 对于围棋界 我们说第二次革命 就是他那些理论 就全新的 而当时日本旗舰 也是非常优秀的 甚至赛 跟他决斗之前的那些人 赛前的预测 都是人家赢 但是他拿出了他的下法之后 日本人不服 不服再来 不服再来 连续来了十几年 发现 还是你厉害 可是我刚才就很疑惑 就您刚才说到 说狗下出了 就是职业骑手 他不愿意下的这一招 但是我们之前的以为是 计算机他在乎的是胜负 所以他应该会很计算 怎么胜负 而且我就我有朋友 他觉得他也喜欢下相机 他跟我说 他认为这个计算机 不可能下到职业骑手 有的一个东西叫做事 但其实您觉得 形式的事 对 他其实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就是不争小子 而能见到大局 这样有可能吗 这个是 他在前面的两局 体现出来这种风格 所以我们职业骑 就整个镇静 就我的感觉 拿一盘说一说 今天江老师给我们 带来几个图 这是第一盘棋 第一盘棋的时候 明显李诗时 一开始有测试他 就是我刚才说的 测试他 李诗时最好的武器 我们经常说 他小李飞刀 李诗时想 可能你看了我那么多棋 我一盘都没看过你 我给你准备点 邪魔武器 我的说法是 抡着板砖上来了 但抡板砖 不是李诗时的优势 结果没想到阿法上来 你看从二 李诗时的一开始 对 阿法这个完全正面 跟他作战 而且不输李诗时 我们的结论就是 因为李诗时一开始 你最趁手的是刀 对 如果你拿了板砖上来 期待着机器 看不懂你 没想到机器 你拿板砖 他就是一堵墙 你拿什么都 咱们先回来一下 我也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比如说会不会李诗时 他老琢磨着找电脑的弱点 如果他旁若无人 是不是因为他 前参局就有人说 他老琢磨着试探试探试探 找他弱点 但是如果不这么考虑问题 就是堂堂正正的 自己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这个胜率高吗 第一盘 我觉得李诗时有这个心情 他就觉得 五个月前你才赢欧洲冠军 所以赛前的预测的时候 李诗时自己也说了 我如果不打 他四比一不叫赢 什么叫三比二赢 对吧 就没有的 我要争取赢他 我最多让他一盘 结果就出现 所以我觉得李诗时 可能准备不足 甚至整个韩国旗届 扩大到整个世界旗届 准备不足 对于Alpha的到来 准备不是很充分 那因为毕竟一个人上去下 李诗时明显准备不足 采用了他这种战法 那第一盘试过之后 第二盘李诗时开始认真对待的 拿出他的全套办法来 但是第二盘的那个Alpha的 整个表现出来呢 就是在第二盘的那个 很复杂的局面之下 Alpha应付的非常好 甚至布局阶段出现了 我们说的 我们看就是 我像吴老师那种大局观 全盘大局观 我问你 你看着啊 就Alpha的这个棋 如果不告诉你 你觉得像是人下的吗 他不是说机器痕迹很重吗 一开始就非人类痕迹很重 是个什么意思 非人类痕迹很重 就是如果你说这个赢的一方 我知道后来赢的一方 那我会觉得 确实不是现在的人下的 不是现在的人下的 又是现在的人 就是说 怎么说 就是我说的 刚才那个 他下出了 现在有些我们能看懂的 但同时他又敢下 当年吴老师倡导的那种下方 我觉得这样的人 职业我们一直在学习 这样的人我们没发现 这算能不能说是史上最高手 这个Alpha Go 当时我的感觉是 所以看了他前两盘的话 对 然后我有感觉 就是说这两天 你们都觉得是给维棋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 大家一下子都很喜欢维棋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担忧啊 就是说 既然 你们这个维棋界最高的一个高手 是一部机器 那将来就不需要老师了 大家都找他就行了 就慢慢的 因为就是我听说是 维棋它是有道场的嘛 它是有这个学院 你是唯一可以 比如说你是一个天才儿童 你可以不用在中国 你不用可以上小学中学 你念到本科去读书这样 你可以直接我就进这个维棋院 我可以摆脱那种世俗的体制 我可以直接去 但是你如果现在机器是最厉害的 那我每个人直接找这个机器下 那你这一套这个道场的系统会不会坏掉了 这个正好 教育不长 不不不 这人挺好的 正好问到有点点我的本行 因为我已经开始从事儿童围棋 这个教育和推广 这个首先小朋友们要学的时候 他广靠那个alpha呢 他不够在哪呢 因为alpha给你体现的是 就换句话说 比如说跟文涛下的话 他体现的是只比文涛好一点的水平 他只要赢就行 你期待的不是 你期待今天我跟文涛下 明天我跟比如说跟周老师下 我跟紧跟着 我跟有段位的下 我能够不停的学对方 他不是也能够不断的比你高一点吗 他很慢 他只比你一点点 他老是跟你跑步的时候 老是跟你玩 我们说玩虚的 他应该是 我跟你跑一圈步了之后 我一看 你是刘易思 你是刘翔 我就会学你的那些 他老让你学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你 而且 进步不够快 不是 他们不都就说吗 说这个alpha狗对这个人类说 你们这个探极生物都是渣吗 不是 不是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alpha狗跟这个人类说 说我不是天才 我只是把你们吃饭睡觉谈恋爱的时间 那不是乳性吗 用来自己玩自己而已 就是左右胡搏 说的一天下一百万 因为自己跟自己下一百万盘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跟自己下一盘 他的收获可没有我们人下一盘得到的心得多吧 我们人跟人下一盘的心得还在于就是他有文化性 就是我们下完之后 我们会跟周边人讨论 我们跟对手讨论 其他这个传统特别好 复盘 我们会不停的讲 想当时你是哪种心情触使你走了这条路 另外一种心情你会下到怎么样 你会总结你这些 alpha不会 alpha给你的是参数 我按照我的参数来想 就像刚才说那个问题似的 我觉得为什么小朋友还是更加需要 在我理解 更加需要有老师的指点呢 因为老师能够指点你更快的进入大局观 进入这些 但是说的也对 我们有一些教法可以休息了 你去教小孩子 你说你把类似围棋上 你把九九表背下来 这些这些教法 你就死记忆为定式 你就死记忆为套路 你休息吧 你不如去把老师教你的大局观这些综合下来 你去跟alpha讨论讨论 所以也需要alpha 也怀念无情缘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江老师第二张 看看你找来的这个图 就是这一部尖冲 三十七首 就是现在图上表现的那个一 对 因为一般职业棋手不会往这想 会觉得你这下法有点落空 现实的力 黑衣是吧 黑衣 当时出来这个下法之后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我的感动 后来发现李哲了 包括英文讲解的那个麦克莱蒙 很多人都觉得 让我们想到了吴清源大师 就是这个黑衣 就是以前大家职业界会觉得 这类的下法有点非常华丽 非常漂亮 但你的胜率会差一点 咱们再看下一个 再看下一个 这张是李世实 在第四盘 顽强抵抗 非常那个局面已经不好的情况之下 对 就那首神之一首 对 其实吧 这个神之一首呢 它主要是好在哪呢 它把左边的一些变化留着 把右边的变化也留着 然后它不是一步一步来 它把最后一个结果拿出来 这个时候呢 机器产生了动摇 作为我们人来说呢 你不管 如果它是跟这个很多 这个顶尖高手 对这个已经有过讲解说 他们已经很快看出了这个 如何防备这一首 但我说这个是机器和人可能的 最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人就是想 我防住你就好了 其他防不住你的地方 我就不想了 我只想防 因为这道防线 我防不住你 我就玩完了 对 我只想能防住你 有打绝 咱就打绝 见招揣招 见那什么 而Alpha呢 在这个过程里呢 就是电脑他们的解释是说 看到中途最顽强抵抗里面有个结 他想 我尽量别打结 打结太复杂了 我要重新算 那个 他必来必去 在时间上 他受到了限制 因为他对自己的用识 有个考量的 我尽可能在这个时间 短时间内算出来 所以他精确度上不够了 不够了之后 他退了一步 他这步退 紧跟着第二步 又退了一点之后 坏了 就凌乱了 他再翻回来 想拿出他最好的 李诗诗再不给他机会了 前面我三盘棋 对 居然输给了你 我这盘棋丝丝咬住 这口 这口咬下去 就再也没松过 对 这个刚才 一军也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预期 我问你 柯杰跟这个Alpha狗 你估计怎么样 我觉得要看什么时候下 如果说是 现在就下 如果现在下 柯杰可能有机会 因为 他要再学是吧 他学的这个过程 他要再长一点 对 因为我听说 那个 Google公司 是不允许改 他的这个policy 不允许改Alpha的 Alpha不能进步 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Alpha的所有下方 是不能动的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 他能动 就是我们 这次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就是他在跟你下这盘棋 跟这个李时下完 那么痛苦的 宝宝那么痛苦的情况下 你回去一定要复盘 找原因 Alpha他不 如果是谷歌的速度 他回去之后 在我们谈话的这个过程里 他又自己学习了200盘 他又一晚上 他又学习了500盘 这是一个职业棋手 半年的量 太吓人了 那就说 他的这个能力的进化 他学习能力太强了 因为他就是突破了 就是人工智能 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他这种 就是能够像小孩一样的 这个思维能力 有这个 他有这个神经单元 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去学 对 就2006年之前 就我听说 你要是跟这个机器下 一般都 就是都能赢 他还很笨 没有这样一个学习能力 到2006年 是一个分水岭 忽然就突破了 人工智能当中 最大的一个障碍 他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小孩子 你要给他看几张猫的图片 他在街上看那个猫 他知道他是猫 但是机器呢 你一定要告诉他是 非常精准的 这个头多大 这个尾巴多长 这个东西 他叫做猫 就是机器过去是这样的 但是他现在呢 就F4Go 他学会了我们 像人一样 我看几张图片 就能自己去组织 什么东西叫做猫 所以他就学 棋盘他就慢慢慢慢就快了 这个跟这个人脑 是怎么认识一个东西的模式 很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本质上 弄了半天 还是人最伟大 全是仿生 最终你发现 人脑 你看 比如说他这个里边 这个人工智能的历史里边 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你比如说 咱们要在手机上 你写一段文字 他可以随便转 随便打印 对吧 是文字 但是如果是你把这个页拍下来 他就不行 他是个图 就不行 可是现在的人工智能 有一个实验 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先给这个电脑 一个模糊度很低的 比如说12345678910 这几个数字的样子 好 输入进去 那么再让他辨认 这个像素更低更低的 这个12345678910 按说 他是认不出的 他如果能认得出 就说明在他脑子里 认出了某种 有某种抽象的模式 就这个圈是个零的 这么一个东西 不管他是清楚的 还是不清楚 他认照片 就能从中认出这个图形 就像人大脑里认得这个面孔 哪怕这个面孔是像素很低的 我也知道这是僵住酒 对 这个能力 这个我刚才就是也联想到 就是人工智能下围棋 这个他不是现在 已经多年了 2011年 我就是参加他们的那个 世界上最好的game best game 的那个会议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阶段 都是大家单打独斗 这个美国的 日本的 加拿大的 欧洲的科学家聚在一块 当时他们就说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么着迷于围棋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搜集了 世界上六千多种game 在人类所有的有规则的game里面 这个唯一没有破解的是围棋 但是蒙特卡罗树的出现 搜索树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形成拳头的力量 我们是一定能突破的 当时我已经知道 就是跟他们开完会之后就发现 哇这个如果要是有大的力量集中起来 这个是分分钟的事 没想到谷歌做了这件事 当然至于我们那些搞笑贴说 你敢跟我们玩麻将吗 这个他们不信 因为咱们三个合成一伙 你这个 对对对 合伙弄死他了 对不起 围棋主要有个好 就是信息量是公开的 就是我跟你下 我跟机器下 跟电脑下 我的信息量 我传达的信息量是公开的 我规则是最简单的 在这样公平的基础上 人脑的丰富性 逻辑性 缜密性 就超出了 而且我这两天还听一说 说聂卫平 说据说聂老子说了 说这个 就是说是既然你这个是挑战人类 对吧 那理事实不算人类 不是理事实 一个人不能叫人类 对吧 那他说 我又把我赢 赢怎么着呢 这听说啊 你也说聂卫平说 下半盘 让这个鼓励和柯杰联手 上半盘 我来 说我们 集群体之力 说能跟他干下来 现在的是 现在我们说的是 今天的Alpha 但是Alpha 别忘了 今天晚上他 我们在这睡觉的时候 我们在这复盘的时候 人是在那学习 人只能老去 对 我想问就是说 招手在对异的时候 你们看不看对方的表情的 因为您刚才说 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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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个公开的 但是如果我看你的脸 我读你的脸 我能不能拆你的心 但是你跟机器 你拆不了他的心 是 就是基本上是靠盘上面 就能看出来 你说的读是 因为我们所有职业界的这些 这个最高手那些 你他特点 基本上你都知道 比如说 再没有表情的这个李长浩 他实际上 他快输的时候 和他快赢的时候 是有微小差别的 什么差别 就是他快赢的时候 他会有时候 自觉不自觉的 稍稍有点亲亲摇头 那时候 但是他要快输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了 就实服 对 所有的权力以赴 注意摇头的 注意摇头的 他放松了 千千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还有一个特厉害的 他还有个特厉害的 让我了解之后觉得他就是 他在下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职业骑手觉得 我要走这条路了 我会大概往下推演个三四步 四五步 我大概形势不错 他不是 他是在推演的过程中 他啪啪啪啪 我把这盘棋跟另一个我 克隆一个Alpha 立刻下完 是这样的 对 他在里边造个化身 造一个化身 对 造一个化身 他最厉害的还不仅这个 他只需要 每一步棋 他只需要0.2到0.3毫秒 换句话说是什么 我跟另一个化身下的话 两秒到三秒 我可以下一百万步 我的 其实他不是跟一个豆温套 他是跟N个 他跟一千多个 好假话 啪啪啪啪 我练完之后 里面有一百个豆温套 不零 一千个不零 只有两三个好 我把它提出来 拿出来那个 用到我的就是 他们说value 那个 骨质的那部分 策略 我使用的是他 如果 如果我再用那一部分 就每一次 他都这么来 可是这样的话 是把围棋变得更艺术了 还是更没劲了 变成一个计 好像是 就是机器的计算而已了 这也是就是我们觉得 我觉得这次对决 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其实他逼出了 另一个更好的理事实 他同样会逼出 另一个更好的科捷 就是我们围棋 从人类大范围来说 终于有了一个伴 以前你人类 比如说吴清源 你终归是一个吴清源老师 日本穷 整个日本的那个七大高手 围攻他十几年 如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alpha来陪着吴老师 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棋谱 更牛的吴清源 对 吴清源能上更高的境界 表现出来 这是我觉得我理解到的 alpha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所以alpha 我们也请教专家 他没有去研究 最好的围棋下法 他就是研究一个 比你现在的人更好一点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好 这个理解好 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 就比如说咱们就觉得 有那么就是围棋 我不太懂 有人说你说下这一招 平棋的都说这是个荤招 对 可是你看这人生 如果从一辈子来看 你又觉得当时的某些个错误 成了你成功版图上 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有可能 围棋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 有 我的最大的 我的联想就是 一 它让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很多 你不要死记应备很多东西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想 我们很多小孩子在学校 学的很多知识 在alpha看来你不必了 你可以学那些逻辑性强 创造性强 艺术性强 你的学习生活应该是这样学习 就是你说的 我们应该是培养孩子们胡思乱想 当然打引号 去创造性思维的 而不是去培养他们 你考试能考一百分的 你考试能考一万分 这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敢于胡思乱想 你敢于去想出 常人没有想到的 那这样如果换一个三岁小孩跟他下呢 完全就什么都不会的 就是乱出招会不会赢 你说的这个就是迷惑了围棋界的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最早 我